这比一般的宗教,这个心量大的太多太多了。 这个是佛法值得我们敬佩之处。 我们学佛的人也要有这种雅量,要能够包含一切。 Til the 反斜线 像几年前,我从香港回来以后,在中国佛教会大专讲座里面,起讲了凡四训。 那么诸位晓得,了凡四训不是佛经,是原了凡先生对他小孩的四篇训词,家庭四。 训,他的家训,我给学生们讲这门课。 接着又讲感应篇,那么大家更明白,感应篇。 是道教的,不是佛教的。 Til the 反斜线 在更早些年,在民国五十一年,我在大西关地庙讲过文。 昌帝君英智文,道教。 曾经有法师来质问我,说,法师你在佛教道场里面,讲佛经。 不好吗? 为什么要讲外道的经典? 诸位要晓得,什么叫外道? 什么叫不是外道? 这一点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佛法里面所讲的外道,心外求法就叫外道。 纵然不是。 佛们,他们那个道不是心外求法,那不能算外道呢? 如果说它不是佛教的经典。 我们就不能看,我们看了就犯法,这是偏见,这是狭义的意识,这一种之见不能。 陈佛。 为什么呢? 这是迷惑颠倒。 所以我就回答那位法师,我说,法师我请教你。 佛门里面常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是诸佛教。 这个四句话你承不承认。 他说我承认,当然大小成经典里面都有。 我说这四句话是不是佛教的法应? 是,可以算得上是法应。 那好了,文昌帝君英志文,感应篇,了凡四讯,里面所。 讲的是不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 这一个法师很聪明,听我这么一说。 他脸就红了,一句话不说。 Til the 反斜线。 所以我们看世间一切的典籍,只要他内容所讲的是。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义,就可以把它看作佛经一样,可以读,可以讲。 可以研究,可以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那有什么不可以呢? 别的宗教 我可以研究。 谢谢大家